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和菲律宾的高级外交官在与中国的争端中推动更强的关系 年度最佳人物简介 印度尼西亚海军将一艘疑似在有罗辛亚难民的船推出其领海 中国将三家国防公司的老板从最高政治机构中撤职 奥利福、埃弗里特、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 和戴安娜王妃的私人秘书复告 请大家收看 微博热搜明年美股或将大跌86%遭网民反讽 VOA刘文 经济学家预测明年美股或将大跌86%在今年圣诞节当天登上微博热搜 最高位列热搜榜第九位 在榜约三个小时 在一天内就获得数百万月读量 但广大中国网民对此并不买账 热搜引用美国经济学家闹乌龙 该热搜由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微博账号担任主持人 另有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等20家媒体跟进 这些媒体所发表的内容都来自一位名为哈里斯 登特的美国经济学家近日的预测 该人士表示 美股今年的牛市是人为印钞的结果 并表示这一巨大的泡沫将在2024年破灭 届时美股的崩盘比1929年的大萧条还更加惨痛 虽然这些媒体对这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全盘照搬 却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写对 他名字的正确写法因为哈里、登特、Harry S. Dent 此人也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学家 登特曾经在贝恩咨询公司任职 目前是一名财经作家 他在2009年出版的《未来的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Ahead一书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中国媒体引用的内容是来自于美国保守派财经频道 福克斯财经、Fox Business 发表于12日、19日的一篇对登特的采访报道 在这篇报道中 登特称史无前例的印钞和财政赤字 让美国经济处于危险的状态 他说 我认为2024年将是我们一生中遇到最严重的崩盘的一年 登特从2011年开始一直唱衰美国经济 并在之后的多年里一直坚持美国股市要崩溃的言论 关注财经新闻的人们大多认为 登特是一名专门预测熊市财经作家 在他的采访报道下也总会有类似的调侃留言 但事实是 2011年后 美国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逐渐恢复 道琼斯指数一直稳步攀升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后才下挫 微博网民不买账 在这个预测 美国股市将大跌的热搜下 不少网民却反复提到中国股市的不良表现 红星新闻发布的微博下已经开启评论精选 但是从转发中可以看到 许多网民对这类言论并不买账 他们纷纷表示 知道了 现在是买美股的好时候 美股被畅空一直创新高 而A股天天被畅多一直下跌 美股大跌86% 那大爱不得看到300点了吗 财经博主叶爱茂发微博说 网友 媒体不要抬头看美股了 多看看自己的A股吧 科技博主江湖李富香则发了一张 全世界主要股市近十年走势的图片 并配文这种报道 呼啥子还行 网友的怨气主要来自于 对中国股市表现差劲的不满 到今年年末 全球主要国家的股市纷纷上涨 而中国的上证指数却频频下挫 道琼斯指数于今年12月13日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印度股市于12月屡次创下历史新高 A股则频频打响保卫3000点的战役 今年一年 上证指数下跌了约6.5% 自2007年2月 上证宗旨首次占上3000点以来 3000点这个数字就成了许多股民们 想要捍卫的底线 中国媒体则把3000点称为股民们的信仰线 认为当3000点保卫战失败后 股民也会失去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今年12月 上证指数不但跌破了3000点 还跌破了2900点 再加上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房地产泡沫 以及从教育培训到电子游戏等行业 被政府政策的打压 民众对中国经济失去的信心 似乎没有因为官媒对美国经济的唱衰而恢复 禁止唱衰中国经济 中国负责反间谍 国内安全等事务的政府机构 中国国家安全部 12月14日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刊发 国家安全机关坚决助劳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 强调要多手段 全方位 高效率应对经济领域国家安全新挑战 社交媒体平台微博财经 微博股票在12月14日发出通知 敦促博主注意言论尺度 财经博主 专栏作者Jeff Lee于同一天在X平台前推特 发布了微博财经和微博股票发来的通知 这份通知写道 老师好 近期发布请务必注意言论尺度 切勿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 感谢老师的配合 Jeff Lee在微博进一个有30多万粉丝的财经账号 经常转发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上 有关经济与金融的内容 同一天 亦有不少财经博主晒出了自己收到的相同的通知 与此同时 有不少知名财经博主被禁言 包括敢于发表与政府意见向左 并长期关注A股的经济学者 前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继鹏 2022年微博也有美国衰退论 美国崩溃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并不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年底 微博上也有类似的词条上过热搜 包括美国一年内衰退概率达100% 美国一年内发生经济衰退 以不可避免等 同样是由观察者网 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发表 同样引用美国媒体上某位经济学家的说法 不过 美国经济今年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势头 除了股市创历史新高以外 第三季度GDP增速提升 通胀率回落 失业率则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美国和菲律宾的高级外交官在与中国的争端中推动更强的关系 彭博社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与菲律宾外长恩里克 马纳洛在电话交谈中讨论了加强两国联盟关系的问题 他们谈到了南中国海的持续紧张局势 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对与菲律宾的防卫条约的承诺 此次交谈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马纳洛通话之后进行的 王毅在通话中警告称中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 近几个月来 中飞船只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情况频繁发生 印度尼西亚海军将一艘疑似在有罗欣亚难民的船推出其领海 美联社 印度尼西亚海军将一艘在有罗欣亚难民的船只送回国际水域 该船只曾接近亚齐省的海岸 印度尼西亚近来见证了抵达的船只数量增加 其中大多数船只搭载来自孟加拉国南部地区的罗欣亚难民 由于越来越多的罗欣亚难民离开孟加拉国拥挤的难民营 印度尼西亚海军已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并加强了巡逻 与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 印度尼西亚也没有签署1951年难民公约 因此不必接受来自孟加拉国的罗欣亚难民 奥利弗·埃弗里特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和戴安娜王妃的私人历数 复告 英国每日电讯 温莎城堡前皇家图书馆馆长奥利弗 埃弗里特去世享年80岁 埃弗里特负责监督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 并居住在温莎城堡内皇家马厩附近的一座房子里 他直接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打交道 他们希望代表女王的私人历数查阅皇家档案 埃弗里特被描述为乐于助人 鼓励他人 并得到了希拉·德·贝拉伊格的支持 他的职业生涯多样 曾在外交部工作 并担任威尔士亲王和威尔士公主的私人秘书 埃弗里特深受查尔斯王子的喜爱 并陪同他参加了许多活动 后来 他成为父皇家图书馆馆长 并最终接替罗宾·麦克沃斯·杨出任皇家图书馆馆长 在任期间 他监督了女王画廊的展览 并从皇家档案中挑选物品来招待女王复活节庭院的客人 退休后 埃弗里特成为一位引人入胜的讲师 就皇家图书馆的珍宝和乔治三世 维多利亚女王等君主的文化兴趣等各种主题发表演讲 数十人在利比里亚一辆气罐车爆炸中丧生 半岛电视台 在利比里亚中北部 一辆气罐车爆炸后 至少有40人丧生 许多人受伤 这辆气罐车在周二在托托塔发生了事故 当地居民蜂拥到现场 有些人在车辆爆炸前从车上取走了泄漏的气体 由于一些人已经化为灰烬 确切的受害人数很难确定 首席医务官弗朗西斯·卡特表示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糟糕的道路安全和薄弱的基础设施 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交通事故地区 死亡率是欧洲的三倍 以色列驻德国特使强调 红海贸易路线的重要性 雅虎 以色列驻德国大使敦促该国保护红海贸易航线 因胡塞叛军继续干扰通过该航线的商船 大使表示 保护海上航线符合德国作为出口国的利益 但并未就德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海军力量提出建议 美国表示 已有20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个军事联盟 包括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和荷兰 无与伦比 以色列军队袭击了拉玛拉 以及更多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城市 半岛电视台 以色列军队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城市 进行了一系列突袭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这些突袭针对巴勒斯坦的货币兑换点 导致约250万美元被没收 最近几周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突袭规模和强度显著增加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谈到了微博热搜明年美股或将大跌86%遭网民反讽的事情 一位自称经济学家的预测引起了广大网民的不满和讽刺 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的预测并没有得到网民的认可 因为他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中国网民纷纷表示 相比于美股 他们更关心自己的A股表现 毕竟 A股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与全球其他股市相比 我们的股市表现较差 接着 我们谈到了中国禁止唱衰中国经济的新闻 中国政府机构国家安全部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 强调要加强经济安全 并提到要应对经济领域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也发出了通知 敦促博主注意言论尺度 不要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 这引起了一些财经博主和知名经济学者的敬言 这也让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讨论引起了关注 此外 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与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一些事态发展 美国国务卿与菲律宾外长交谈 讨论了加强两国联盟关系的问题 而印度尼西亚海军则将疑似在有罗西亚难民的船只 送回国际水域 这些事件都反映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紧张局势 最后 我们还提到了以色列军队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突袭 这些突袭导致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些国际和国内的新闻事件 包括经济预测 言论自由 国际关系和地区冲突等 每一个事件都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和背后的故事 我们作为观众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 多角度思考问题 不要轻易相信一切信息 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了解并参与其中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